英國哈利王子在當地時間六日 現身倫敦高等法院 他控告英國禁報報業集團 多年來透過非法手段 搜集他私人生活的訊息 也是一百三十二年以來 第一位出庭登上證人席的 英國王室成員 在大批媒體的守候下 載著英國哈利王子的坐車 終於現身倫敦高等法院外 當地時間六日早上 哈利王子出庭坐鎮 並接受交叉詢問 成為一百三十二年來 第一位出庭坐鎮的英國王室成員 和英國媒體對部公堂 哈利王子指控英國小報發行商 禁報報業集團 MGN旗下的記者 透過非法手段 獲取他私人生活的訊息 抨擊英國媒體和政府 互相勾結 讓國家聲譽處在最低點 被指控的英國脫口秀 節目主持人 也是美日禁報前編輯 皮爾斯摩根 只簡短回應 祝福哈利順利 MGN承認非法搜集哈利的資訊 並致歉 但否認其他指控 不過對英國王室成員來說 出庭登上證人席 是超過一世紀以來的頭一週 哈利預計七日還會再出庭 英國王室則對此 沒有發表任何評論 記者 朱鋒之吳奇昌 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